欢迎来到小人国财经 你好我是Lily 恭喜你发现了我 能够从众多up主中找到我 说明我们有缘分 佛说前世500次的回眸 才能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我想我已经在佛前祈求了500年 才能让你刷到我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怎样轻松击败大盘 很多小伙伴炒股都无法击败大盘 多数人忙一年下来 账户收益的比例还不如大盘的涨幅 有可能是我们获得信息的能力有限 有可能是我们对于公司基本面的分析过于表面 总之就是我们把钱投入到市场中 结果不仅没有挣到钱 反而有浮亏 下面我将用事实说话 让您看一下我从这个市场中获得了什么 现在您看到的是我2020年其中一个账户的收益图 可以看到我的账户收益是远远超过大盘涨幅的 我这个账户翻了16倍 没错我就是传说中那种一年翻几十倍的人 所以再一次恭喜你刷到我了 我其实做A股外汇也不赖 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聊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 演化至凡 我今天教小伙伴们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实用的炒股方法 可以轻松跑赢大盘 就是购买大盘指数基金ETF 再通过操作期权来获利 首先这个非常适合小伙伴们 小伙伴们平时忙着搬砖 没有时间整天盯着盘面进行操作 采用我这个方法 可以每周仅仅做一次操作 不会耽误阁下太多的宝贵时间 同时也不用花时间精力 去研究公司的基本面 因为大盘指数存在淘汰机制 走势不好的股票随时会被淘汰 其次有稳定的收益 年化收益在大盘收益的基础上 还要加上大约10% 再次略有分红 分红的比例大约是1%多点 需要指出的是 这样操作还是存在短期的风险 如果大盘下跌 这样操作是会出现浮亏的 如果阁下无法承担 短期内出现浮亏的风险 那请阁下就此止步 不要采用这种方法操作了 这样的操作无法保证永远不出现浮亏 综上所述 如果阁下有一笔钱 几年内都用不到 存在银行的Saving Account里面 又嫌利息太低了 那么就可以采用我这个方法 购买大盘指数基金SPY或者QQQ 然后通过期权获利 按照当前的价格 购买100股SPY 需要4万多美元的资金 至少需要购买100股SPY 或者100股的整数倍 然后才能卖出covered call 持续获利 否则有很大的风险 先给小伙伴们解释一下 期权 Stock Option翻译成期权 是中文世界里理解了它的含义之后 做出的翻译 我认为翻译的非常妙 购买股票的期权 就是有权利在结算日之前 以行权价格购买股票 但是并非必须购买 注意 期权持有人有权利购买股票 但是并非必须 不会有人强迫你购买股票 因为可以在行权日收盘之前 卖出手里的期权 期权大致分为美式期权和欧式期权 美式期权在行权日之前 任何时间都可以行权 而欧式期权只能在行权日 结束时行权 看涨期权就是call option 看跌期权就是put option 但是很少有人单买看涨期权 或者看跌期权 单买期权被称为裸体期权 Naked call, naked put 因为期权存在时间损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价格朝反方向走 或者仅仅是横盘 期权的价格就会下跌 解释完了期权 我们就可以讲解covered call了 在持有一百股股票的情况下 卖出下周或者下个月到期的看涨期权 就是卖出覆盖看涨期权covered call 如果股票没有涨到行权价 那么到时候这个看涨期权就变得一文不值 卖出看涨期权的收益就成了利润 但是如果股票价格涨到了行权价 甚至超过了行权价 我们必须要把它买回来 否则这个游戏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账户就会出现亏损 所以选择卖出covered call的时候要很小心 最好是90%以上的可能性 以上是第一种获利的方法 一年52个星期 每个星期做一次 一年的收益大约是5% 下面还可以进行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获利 那就是在大盘涨得很厉害 多数人都喜气洋洋 开始在群里晒收益的时候 就可以卖出一年之后再涨20%的看涨期权 Lipcore 而当大盘下跌 到了很多人安身叹气 叫苦不叠的时候 就可以把上面那个Lipcore买回来 然后在卖出一年之后 继续下跌20%的看涨期权Lipput 买回Lipcore或者Lipput的时候不用急 因为时间损耗是正收益 每多过一天 期权的价格都在贬值 每过一个周末 期权就变得更加不值钱 所以时间成为了我们的朋友 这两个方法加在一起 我们可以在大盘涨跌的基础上 加上大约10%的收益 具体到什么时候卖出Lipcore或者Lipput呢 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有可能报复 我每次卖出Lipcore或者Lipput的时候 会出来通知大家 如果稍微错过了几天不要紧 因为时间成为了我们的朋友 很可能隔下晚几天操作 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坚持做下去 每年会得到额外的5%的收益 这里我要进行一下风险提示 股市有风险 入市还是要谨慎 用这种方法炒股不会一夜暴富 但是会有持续稳定的收入 图为SPY在过去20年中的月线图 可以看到SPY从09年的75美元左右的价格 已经上涨到了现在400多美元的高价 这个图看着有一点胜人 在2020年3月虽然有一个深度的回调 但是在联邦无限量化宽松的情况下 股市不仅涨回了下跌前的指数 而且还创造了历史高度 未来几年内的涨幅都已经被透支了 指望指数继续大幅上涨是不现实的 唯一可以安慰我们的是 很多公司的营收都是空前的好 我们这次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复苏 而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牛的经济周期 而且到目前为止 经济并没有完全彻底开放 很多人手里都还握有政府发的钱 很多公司账户里面的钱都多到从来没有过的地步 所以我认为短期内大盘没有深度回调 30%以上的风险 但是可能会有10%到20%的回调 图为道琼斯指数从2010年到2021年的涨幅 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里 基本上道琼斯指数是单边上涨 仅仅在2020年2月3月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跌 让我们把时间尺度进一步拉大 我们来看看从1980年到2020年的道琼斯指数的涨幅 可以看到基本是上涨 其中有4次较大程度的跌幅 分别是1987年 2000年 2007到2008年 以及2020年 如果是在2000年顶部买入的小伙伴 大致要等到10年后才能完全解套 很显然 这个方法对于希望资金快速增值的人并不适用 但是如果小伙伴家里有足够的小钱钱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挣零花钱 而且收入非常稳定 好了 我们今天的正题分享就到这里 都说古是可怕 其实事事无非人心 把握基本原理 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贫穷不是无能 也不是耻辱 你只是没有找到方法而已 老子说 富者赠人以财 忍者赠人以言 那今天 无切忍者之名 孤赠如以言语 一起为共同富裕的目标 而努力吧 而努力吧 我可以找到这个地方 没有怎么能复杂